所以接下來的話我們就要來講那個MRI的最後一個部分 也就是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子成像 有個訊號我怎麼樣知道說這個訊號來自於那邊 OK 我們要做的事情 其實那個概念很簡單 其實也是根據這個Lummer Recreation來的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Lummer Recreation在MRI裡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一直反覆地在提他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知道你的共振頻率 就是Lummer Frequency跟你外加的磁場是完全成正比 那我要怎麼知道這個訊號從哪裡來呢 因為我可以從這個地方動手腳 我們剛剛在做的其實是G8訊號的這個動作嘛對不對 我們都假設大家的共振頻率都是一樣的 OK 接收訊號的時候大家訊號的共振頻率也都是一樣的 可是如果我現在稍微動一點手腳 我在接收訊號的時候 我讓每一個地方有不同的磁場會怎麼樣 先不要管我怎麼做到這件事情的 反正今天磁場是我自己家的嘛對不對 我們等一下再來討論說我們怎麼做到這件事情 我們先看一下這麼做會有什麼後果 假設你這樣每一個位置上面的磁場都不一樣 好 根據Lummer Recreation你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每一個地方的不同位置上的氫原子核 他們說共振頻率 Lummer Frequency也會不一樣 而且完全是正比 它是一個限制相關的關係式 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雖然收進這些感應電流的訊號的時候 每一個地方的訊號全部都混合在一起 收進來嘛 不過不要緊 因為每一個位置上面的頻率不一樣 所以我只要去分析它的頻率成分 我只要把這個感應電流收進來以後 去分析它的頻率成分 我就知道這一個訊號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換句話說我只要給它做Fluorations Phone就好了 原本我在收訊號的時候 收的是十遍的訊號對不對 我現在把它做Fluorations Phone 得到它所對應的頻率 我就可以根據我身間所施加的這個磁場 以及共振頻率的關係 把這個訊號位列到適當的地方去 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知道 訊號在空間中的分布是怎麼樣子了嗎 對不對 所以在影像在成像這個部分 Imaging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利用的就是這個概念 OK 讓每一個地方的氫原子核 它的共振頻率不一樣 利用頻率不同的這個特性 來去區分來自於不同位置的這個氫原子核 我們利用的就是這個部分 那此外呢我們不是只有在接收訊號的時候 才這麼做 我們其實在激發訊號的時候 也會利用到這個特性 為什麼呢 因為雖然今天人體的結構是三度空間的 我們想要看的這個影像 其實是三度空間分布的 可是呢對於人的眼睛來講的話 我一次最多只能夠接收到二維的訊息 就像各位從課堂上面看到我的話 或是看到我們的教室 其實你看到就是一幅畫面而已 你必須要累積不同的角度以後 才知道這些深度的資訊嘛 前後的資訊 不然你看到就是一個畫面而已 因為人的視覺基本上就是二維的視覺而已 所以對於我們在做MRI的影像的時候 其實你只要一次提供一個切面的影像就夠了 因為你的人的眼睛一直只能看圓像而已 所以我們在激發的時候呢 其實並不會真的去激發 在這個磁場裡面所有的氫原子核 而是我們只去激發特定切面的氫原子核 舉個例子來說呢 比如說我現在要看頭的影像對不對 這邊有一個Acho Slice 我現在要看這個Acho Slice的影像的話 那我只去激發這個Size裡面所有的氫原子核就夠了 其實它的氫原子核 其實我不需要去激發它嘛 因為我一次沒有辦法接收那麼多的訊息 我只要看這個切面就好 只是問題是我怎麼樣做到這一點 我怎麼只去激發這個固定切面的訊號 而不去激發到其他地方的氫原子核呢 我利用的其實也是這個特性 我利用的也是這個特性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激發磁場 比如說我們剛剛說的 剛剛講的一整捷克這個B1 它有一個特性嘛 除了跟組織場垂直以外 它還有一個特性 就是它有 它不是靜止不動的 它在做旋轉 而且它旋轉的速度 跟Long Frequency一樣 B1所旋轉的速度 其實是跟 Gamma層上B0 或是Gamma層上外線磁場 這個B 也是氫原子核在那個地方 原本的旋徑頻率 其實是一樣的 其實放句話就是說 只有你產生一個頻率 完全一模一樣的激發磁場的時候 旋轉頻率完全跟那個地方的 氫原子核的Long Frequency 完全一模一樣的B1 Magnetic Fuel的時候 你才能夠產生激發的功能 否則的話 只要頻率不一樣 它就不會有所謂的共振現象 因為搭不起來嘛 B1在轉的速度 跟你的直舉在轉的速度搭不起來 當你搭不起來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產生激發訊號 這樣子的一個共振現象 OK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 其實可以分成兩倍 第一個就是我在做激發的時候 我只針對特定的切面來做激發 怎麼針對特定的切面呢 我讓每一個切面的共振頻率不一樣 OK 我就可以根據共振頻率的高低 來選擇切面的位置 再來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我在接收訊號激發完了嘛 其他地方都沒有被你激發到 那接下來就是接收訊號 我接收到的是這個切面的訊號 但是我怎麼知道這個訊號 是來自於這個切面的哪一個位置 我就是讓每一個位置的共振頻率都不一樣 這麼一來呢 我只要分積這些感應電流的頻譜 我就可以知道影像是怎麼樣子了 OK 所以這個就是第三個部分 也就是Imaging的部分 那我需要創造這個隨空間而變化的職場呢 我要怎麼樣才做得到呢 其實也是線圈 因為這個也是十遍的一個線圈嘛 對不對 只是跟剛剛不一樣 這個還要隨著位置而改變的線圈 所以我們給它一個新的名字叫做T度線圈 使用的是Gradient這個字 隨著 時間或空間變化 隨著空間變化的這樣子的一個量 那因為我們的磁場 在這個地方所額外加上這個小磁場 它其實也是 隨著空間而變化 所以我們就用了這個字來行為它 所以使用的線圈叫做Gradient Coil 是完成名字齁 Gradient Coil 好 好 問題來了 要怎樣產生Gradient Coil 我們剛剛產生的都是 像射頻線圈這個東西嘛 它隨著空間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每一個地方所感受到磁場是一樣的 主磁場也是這樣子 可是 我現在要產生一個隨空間而改變的磁場 要怎麼做呢 其實很簡單 最簡單的方式就像這個樣子 這一個圓柱形呢 代表就是我們一般MRI的這個磁體嘛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樣產生一個隨空間變化的磁場呢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一個Max Proil Pell 它其實就是兩個環狀線圈而已 在這兩個環狀線圈的電流 剛好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就可以產生一個隨位置而改變的磁場 怎麼說呢 我們先看一下左邊這一個 左邊這一個它繞的方向的話 我跟各位同一方向大概是這樣子 對不對 它繞形的方向是這樣 所以它所產生的磁場 其實是指向中心的部分 右邊那一個Core 它的繞的電流的方向剛好相反 所以是這樣子 所以它的方向其實也是指向中心的部分 只是剛剛那個是向右 後來這個是向左 這樣子的方向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呢 在這個地方 磁場 這個線圈位置的地方 產生的磁場大小是最大的 隨著距離它越來越遠 它所產生的額外磁場會越來越小 方向都是向右 一直到磁體的正中心的地方 也就是兩個線圈的中央點的地方 它們各自產生的磁場 在這個地方會抵消掉 所以這個地方所產生的磁場 其實是0 然後呢 沿著這個方向產生的話 它會產生類似磁場變化的一個趨勢 總之呢 從這個位置到這個位置 沿著這個長軸的方向的話呢 它的磁場的大小其實一直在改變 對不對 這其實就是我們要的效果啊 不是嗎 我們就希望它 沿著每一個位置的磁場大小不一樣啊 因為這樣子才能夠 產生不同的共振頻率 在這個地方 綠色的小箭頭 都是由我們的Grading Code 所產生的磁場 但是別忘記了 以MR來講 你永遠不能夠忘掉的 就是那個磁場 因為它是不會隨著時間關掉或改變的 OK 所以呢 其實在每一個位置所感受到的磁場的總和 都是這一個主磁場 很大很大很大的這個主磁場 以及其他的小磁場 綜合的結果 所以考慮剛剛那個Messwell Pell所產生的這個Gradian Field OK 再加上原本的大磁場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如果以頭底到腳底這個方向前進的話 它其實磁場的核是從比較小一直慢慢的變大 因為這邊反向 所以加起來是比較小的 腳底的部分的話是同向而且越來越大 所以換句話說 從頭底往腳底的方向 它的磁場是線性增加越來越大 根據Larm frequency 頻率的變化會怎麼樣 由頭頂到腳底頻率會越來越高 Narm frequency其實是越來越高的 越來越高成正比 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們把磁場開啟的時候呢 去觀察不同部位的氫原子核 我們會發現它的這個 玄境所產生的感應電流頻率其實是不一樣的 頭頂的地方因為磁場相當得小 所以它的共振頻率比較低 所以訊號變化慢 腳底的地方呢 因為它們是相加的結果 所以呢 訊號變化快 OK 頻率高 所以它們其實是不一樣的 因此呢 假設 如果我今天想要 激發特定切面的磁場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例子 我現在想要看一個H-O-Size 那假設我今天H-O-Size 放低一點 放在我們的脖子這個地方好了 OK 那因為每一個地方的共振頻率都不一樣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知道B1的這個旋轉的頻率 一定要跟那個地方的氫原子核的共振頻率相同的時候 你才會有共振的現象 因此呢 我們就去看一下 這個地方 靠脖子的地方 也就躍躍在磁體中間這個位置 它所對應到的共振頻率呢 Rosby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就根據這個位置 給定它的B1磁場的激發頻率 那激發頻率這個RF54 我們所產生的激發磁場的這個脈衝嘛 對不對 我們說 其實你也是送進去一個交流的電流 所產生一個交流的一個磁場 OK 當這兩者的頻率相同的時候 代表它只激發這個頻率的氫原子核 這個頻率的氫原子核在哪邊呢 就在我們的脖子附近的一個平面上面 所以呢 雖然所有的體內的氫原子核 都接收到了這個激發磁場 但是只有在脖子這個地方的氫原子核 會接收到共振的現象 然後產生激發的現象 也就是它的Magnetization 會導到X5的頻面上面 OK 好 那我如果現在不想要做頸部的掃描 我想要看頭部是長什麼樣子呢 你要做的事情也很簡單 改變B1磁場的激發頻率就可以了 在這個例子裡面呢 我們剛剛說頭頂的激發頻率是比較低的 對不對 所以我就針對你今天想要的位置 比如說在這個地方 找到它所對應的這個頻率 對應頻率怎麼講 看你的磁場 對不對 你的主磁場加上T度磁場的作用之後 它所對應的磁場是多少 OK 你就可以知道它所對應的共振頻率是多少 根據這個公振頻率去設計你的激發磁場的一個賣衝 OK 所以你就可以激發 Sorry 你就可以激發頭部這個地方的情緣子盒 好 所以這個好處就是其他的地方完全都沒有被激發 你可以確定你現在的訊號通通來自於這個X5上面 好 這個頭部的平面上面 OK 所以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選擇任意的切面 甚至你可以改變切面的方向 我們剛剛舉的例子都是這個方向嘛 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今天想要的是一個這個 Sedular Plane怎麼辦 或是我今天想要的是一個Colon Plane的訊號 那你要怎麼樣去控制這個激發 來選擇這個你想要的觀察這個平面呢 其實我們要做的事情跟這邊非常的類似 只是我們必須要改變T度的方向而已 在這個example裡面 我們讓不同的磁場沿著這個 身高的這個長軸的這個方向而改變嘛 對不對 但是舉個例子來說 如果我現在想要的是這個軸向 這個Sedular Plane 磁場面 OK 那我要做的是什麼呢 我就是要產生一個Gradient Gradient Field T度磁場 讓它沿著左右的方向而改變 讓它沿著左右的方向而改變的話呢 代表就是它在這個軸上面 每一個位置的共振頻率都不一樣 因此我可以選擇適當的共振頻率來選 來決定我到底要激發哪一個前面 是要比較靠右邊的呢 還是比較靠左邊的呢 OK 你看同理 空龍也是一樣 你要做的其實就是改變 Gradient Gradient的方向而已 OK 改變這個T度磁場的方向 所以我們就知道這個T度線圈 其實基本上你需要有三個 三組獨立運作的T度線圈 因為你才能夠任意的去決定你今天的 磁場變化的方向是哪一個方向 因為我們人體所在 是在一個三部空間裡面 所以你一定要有三組 我殺了我的這個線圈才能夠 決定這件事情 OK 好 激發結束了以後 接下來看訊號的接收 我們剛剛說 現在只有這個切面上面 回到原本的例子 只有這個切面裡面的 清原子核被你激發了 倒下來了 開始做Presession 所以呢 收得到感應電流 問題是這個時候 我怎麼知道它的訊號從哪邊來呢 一樣的 我們要讓 我們利用剛剛的這個原理 我們要讓每一個位置的共生比例不一樣 也就是讓每一個位置 擁有不一樣的磁場 怎麼做 還是仰賴低度線圈 一樣我們的Gradian Code 只是這個Gradian Code 跟剛剛那一組 絕對是不同組 剛剛那一組是製造這個方向 不同的磁場 對不對 接下來你就需要另外兩組 沿著這個方向製造不同磁場 以及沿著這個方向製造不同磁場 假設這個方向是Z軸的方向 這邊Y這邊X 所以你要有另外兩個維度裡面 產生不同磁場的能力 OK 如此一來呢 你就知道每一個位置 它所對應的共生頻率是怎麼樣子 然後一樣的去分析頻率以後 你就可以得到影像是怎麼樣分布了 訊號在空間中的分布是怎麼樣的 好 到這邊可以嗎 好 其實在後面這邊內容呢 如果是在我研究所的課程裡面的話 我們是花一整節的 就是三個小時的時間才能夠勉強講完 但是不過我們在這個地方連三十分鐘都不知道 所以 我們會用比較簡單的方式來講 所以 如果各位有疑問的話 還是歡迎各位來問 不過我們大概就點到為止就可以了 你只要知道 我們是利用不同的磁場 產生不同的共振頻率 來區分這些 這些 氫原子核的訊號的位置 這樣就可以 好 所以 剛剛講了那麼多東西 我們現在想辦法把它組合起來 好不好 我們說MRI呢 它其實大概就是 成像原理 就負責主要的三個核心嘛 對不對 那每一個核心都需要一個 相對應的硬體來完成 比如說以Magnetic的部分的話 你需要一個主持廠 而且是個非常強的主持廠 通常來講 我們現在都是用超導線圈所生成的這個 電磁鐵 來完成這個 強磁場的一個製作 那另外呢 除了它搶以外 我們還希望 其實在空間中 它是均勻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不均勻的話 磁場不均勻的話 代表 共振頻率也不會一樣 共振頻率不一樣的話呢 萬萬那完蛋了 我們等一下 要做這個定位 都沒有辦法做了 因為我們完全是 依仰賴這個Long of Frequency 來做定位的動作 對不對 那如果它先天上 它的共振頻率都不一樣 那換句話說 你現在分析頻率的時候 你填到的位置 就是錯誤的位置 所以 這個做磁場修正的動作 我們把它叫做 薰扣油 它其實是很多的 獨立做的線圈 我們可以去獨立調整 裡面電流的大小 還有方向 來產生一些局部變化的磁場 讓整體的主磁場 能夠更均勻完整 然後再來呢 才是我們的Gradian Coal 也就是我們最後講到那個部分 T度線圈 T度線圈 T度線圈是要產生 隨著空間而變化的 T度磁場 這個東西是要來做 從向定位作用的 那T度線圈的話 主要會有 一般來說的MRI 都會有三組 獨立運作的線圈 分別負責 H,Y,Z 三個Axonal Direction OK 那最後呢 當然就是我們的 激發線圈 以及接收線圈 那因為 通常來講 越靠近內圈的話 會越接近人體嘛 對不對 那以激發跟接收的 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當然是越接近人體 它的Efficiency會越好 激發是這樣子 接收尤其是如此 所以在整個結構裡面 它其實是最靠近人體的 那個部分 所以在整個結合起來的話 一圈一圈拉出來 大概是像這樣 這樣子 所以你看到那個 一大個很大圈的這個 MRI的這個機器 其實裡面包含非常多層 不同的線圈結構 好 到目前為止 我們大概把整個成像的過程 講完了 接下來我們要花一點時間 來告訴各位 MRI的一些特性 那我大致上 分成這三點來說 第一個是多方向的一個 多界面能力 這個其實我們剛剛 其實已經稍微 有一點點提到了 OK 我們說醫學眼相來講的話 其實它最基本的訊息 就是告訴你 組織在空間中 分布的樣子 所以其實 結構的訊息 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才能夠知道 這些組織的分布 是怎麼樣 那如果說你今天可以依照 任意的方向來提供這些影像的話 當然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能力 那以MRI來講的話 我們剛剛有提到 我們怎麼樣決定 這個切面的位置在什麼地方呢 其實就是 就是靠開啟這些適當的gradient coil OK 這個方向變化 還是這個方向變化 還是這個方向變化 來決定你的切面 或甚至你要斜的切面也沒有關係 你只要兩組同時開立就可以了 OK 再來呢 切面的位置 剛剛是切面的這個orientation方向性 切面的位置要怎麼決定呢 就是根據你今天開完gradient之後 你的共振頻率的變化 對不對 我們利用這個頻率的gradient coil開啟 以及這個共振頻率的變化 我們就知道這個切面 我們可以激發哪一個切面的一個區套 所以這一點其實跟那個 之前的斷層掃描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我們說斷層掃描 一開始收進來的資料 都是H-O kind image 因為它都是繞著這種 我們的人體的這個方向 來去做投射的動作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開始得到的都是H-O plan 只是因為它獲得的速度很快 解析度很高 所以你得到一整個violent data之後 你可以沿著各個不同的方向去做 Image reconstruction 影像重建 你可以切這個方向 切那個方向 切這個方向 但是這個都是根據原始影像 而去做出來的 重建出來的影像 那MRI不一樣的是 它其實不需要收那麼多data 才能夠獲得那些重建的影像 你直接告訴我 你要哪一邊的影像 就可以了 直接告訴我那個前面的位置 它的方向以及它的位置 你就會根據這些資訊 來去控制激發哪邊的情緣值 OK 所以呢 不管是AXO CORONAL SATO 或者是斜角的部分 都可以 這邊我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以心臟影像來說的話 人的心臟其實不是直直的 大家都知道 它其實是有點斜向你的左下方這個位置的 那心臟科醫師在觀察這個心臟的結構的時候 通常他們有兩個很常見的這一個方式 第一個呢 我們把它叫做短軸面 第二個叫做長軸面 SHOW AXS跟LON AXS 這兩個面大概是怎麼樣子呢 比如說心臟的方向大概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OK 所以短軸面的意思就是沿著心臟的軸 做垂直的切面 這個叫短軸面 這樣子切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同時觀察到 比如說左右兩個心室 它的心室肌肉的一個分布狀況 這個就是它所對應的影像 心臟科醫師常常一天到晚都是在看這個影像 因為我們最常出問題的就是左心室的心肌 比如說梗塞或者什麼造成心肌壞死 你的心臟就會出問題等等的 OK 所以這個切面其實它能在臨床上面 使用的頻率是非常高的 那以往如果今天是CD影像的話 你必要把整個心臟全部都做完掃描以後呢 才能根據這個SHOW AXS去取出 它的這個影像重現後的結果 但是MRI來講的話呢 就是我只要知道它心臟長得怎麼樣子 我就可以根據這個心臟的結果來做定位了 也就是我直接去獲得這個切面的影像 那改一個方向變成長軸切面也可以 長軸的方向就是沿著這個軸向這樣子切 平行這個長軸的方向這樣子切 分別有那個4-chamber view和2-chamber view 4-chamber view就是有點像Chrono這樣子 你就可以看到4個兩個星綁和兩個星矢 OK 類似像這樣子 那除此之外在一些其他多切面影像的應用上面 也是非常有用的 我們知道MRI有一個很重要的應用 其實是看我們的中速神經的一個結構 比如說你的脊椎到底有沒有壓迫到你的神經 可以造成莫名的背痛等等的 那這個地方所秀出來的example 大概是在我們的人體的脊椎的最下面的這個地方 我們知道它其實我們原本是有尾巴是慢慢演化以後消失的嘛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地方它其實骨頭排列是有一點點歪的 但是我們在看你的神經節有沒有壓迫的時候呢 我們取得成像的斜面 就是像這個黃色框框的這個位置一樣 我們其實是要平行脊椎的脊柱的方向 我才能夠去準確的看那個神經節到底有沒有被 椎間蠻突出啦或者脊椎錯位這樣子的關係被壓迫住 OK 所以對於後面這個箭椎的部分 最後這一段我們把它叫做箭椎 推薦的箭 這個部分呢它每一個脊柱它其實並不是鼻子平行 都會有一點點歪歪的 那以MRI來講我就可以根據 只要我先有這個剖面圖 我就可以根據每一個脊柱的位置去調整每一個平面的切面位置 來獲得右邊這個影像 我就可以判斷說這邊神經節到底有沒有 這邊神經節到底有沒有被壓迫 OK 到底是不是這樣子的原因導致背痛的之類的 那此外呢在MRI的成像速度以及空間解析度的選擇上面呢 其實是一個可以被調整的一個參數 那我們知道空間解析度的話 那代表其實是能夠分裂兩個不同物體的最小距離 所以空間解析度越高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的物體是越清楚的 那在影像上面的話 這當然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特徵 因為越清楚那代表你可以判斷出越小的病照 或者是你在辨識這些組織的時候 可以達到越好的一個效率 但是呢這一個空間解析度越高的時候呢 代表你把整張影像分成越多 越小的Pixel 我們這裡都知道Pixel其實叫做像素嘛 對不對 以數位影像來講的話 Pixel其實就是把整張影像分成很多的小格 當你的小格的數目越多的時候 代表每一個小格的體積越小 所以兩個小格之間的距離就會越小 影像的解析度就會越高 OK 那所以換句話說 影像解析度空間解析度如果要求越高的話 代表這個Pixel size越小 也就是說呢 整張影像它是由越多的取樣點所完成 因為Pixel number有越多嘛 通常來講以一般人體影像來講 我們成像範圍大概就固定嘛 以頭來說的話大概就是220x220mm 以胸腔來說的話會稍微大一點點 看你是哪一個切面而定 不過這個成像的範圍就跟人的體型有關係 它大概是跑不掉大概就是這個Scale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今天所要取樣的點越多的時候 你所收集的像素越多的時候 那根據Full-ray Transpone 其實你所需要收集的取樣的訊號就會越多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說過我們怎麼樣獲得影像 我們不是直接去拿每一個點的資料 我們其實是把所有的訊號都收集來以後 根據Full-ray Transpone去分析它的頻譜嘛 對不對 那我們之前最早在講身體訊號處理的時候 我們就有提到一點 頻譜上面的點數 等於你在時間上面取樣的點數嘛 所以呢 你今天頻譜的點數要越多 如果要分析的樂器 那代表你在時間上收訊的資料也要越多 收訊的資料越多 它所代表的就是速度就要比較慢 花的時間就要比較久 所以這是一個Tradle 我們當然可以讓解析度越來越高 但是你要花的時間就會比較久 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個Penalty 就是SMR訊號的等級會越來越差 怎麼說呢 因為一樣的 每一個Pixel Size越小 那我們怎麼樣獲得訊號的 其實就是在這個Pixel裡面 所有的氫原子和綜合的詞舉嘛 對不對 那你今天的那個像素的體積越來越小 那所以它所包含的氫原子核的數目 是不是就越少 包含的數目越少 那當然靜詞舉核的這個核 像樣核就會越低 所以換句號說SMR就會越差 所以你要做一件事情 當然會有Tile Trader 以至於說 我們今天在MRI領相裡面的時候 大概最好的解析度 一般的臨床系統裡面最好的解析度 約莫大概就是一個Meter cubic 就是1乘1乘1的Meter 大概是這樣子 當然有些比較Advanced的System裡面 可以達到更好 但是都不會差太多 OK 那如果說你今天又要解析度好 然後又希望能夠看到一個 三度空間範圍的影像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一個人腦的影像 這個每一個去做 那個腦部MRI的人 大概都會做這一組 因為他需要知道整個結構上面 的分布大概是什麼樣子 像這種全腦的高解析度影像 影像解析度大概是 0.983.995.3mm 1.3大概是那個前面後部的部分 這樣子是一組非常Roughly的 非常常見的一個Routine 就是臨床上面我們會做的一個事情 他所需要的時間 大概會是在五分鐘到十分鐘左右 也就是告訴各位 今天如果你的要求是高解析度 然後又要求這麼多的影像的話 那你需要花的時間大概就是 以分鐘為等級的 所以它的成像速度 老師說其實是比電腦斷生掃描還要慢的 一樣的內容 大概電腦斷生掃描所需要的時間 大概是十幾秒吧 Roughly是這樣子 所以它其實還是有速度上的一個差距 所以這邊給各位當成一個參考 另外的話我們準備一個 簡單的動畫 因為我這邊只能夠秀出三個切面而已 但是這個地方 我們試著 把每一個切面做成是一個 把不同的切面組合起來 變成一個動畫給大家看一下 或許會比較好的感覺 它大概是從頭頂的部分開始慢慢往 那個脖子的地方這樣子做改變 所得到的一個影像 這是一個就是剛剛我們在頭頂片上面秀出來的 OK 我們再看一次 上面是頭頂的部分 那接下來你當然就可以看到大腦的部分 裡面這邊都是大腦的部分 中間這個地方是腦室 我們之前也提過 這邊兩個遠遠的是眼球 下面的話就是鼻子到你的嘴巴牙齒的部分 然後舌頭 然後到下面的脖子這個地方 OK 所以這樣子一組影像 大概是五分鐘到十分鐘可以獲得的資料 OK 那當然如果你需要的解析度沒有那麼高 或者是你需要的範圍沒有那麼大的話 你大概就可以縮短成像的時間 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之內就拿到這個資料 好 好 最後一個特性來講的話呢 我們會來到那個 想要介紹的是MRI獨特的一個軟組織 它有一個非常好的軟組織的一個對比 我們之前講過 比如說在CT的部分的話 它的成像原理是根據不同組織之間 所呈現出來的篩檢的比例 X-Ray的一個X-Ride的一個 X-Ride的一個衰檢的參數 那其實在灰白質之間 這些軟組織之間的變化不是那麼大 所以看的不是那麼的清楚 可是在MRI不太一樣 它有一些很特殊的一些影像對比 可以讓我們去分出這些不同的軟組織 也就是以那種來講的話 灰質白質你分得出來 以身體骨骼結構來講的話 肌肉啦 韌帶啊 軟骨啊 這些東西你自己就分得出來的 因此呢 比如說你現在受到運動傷害 韌帶斷掉了 其實不是去看CT 因為CT看不出來 你去造的其實是MRI 因為我們才看得出來這些軟組織 是不是有結構上的一個破壞這樣子 OK 所以雖然它的成像速度以及解析度 似乎沒有電腦斷程掃描那麼好 但是它其實因為這個特性 而顯得非常的特別 那我個人認為它其實這個特性是MRI跟其他的醫學影像上面 差別最大的一個地方這樣子 OK 那我們接下來可能要講一下一些特性呢 比如說T1和T2這兩個 這兩個參數到底代表是什麼意思 會花一點點時間 不過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下一集上課的時候問回來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